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民爱生活 现在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越来越发达 为了交通更方便 手里有钱的人就会想到买一辆车 可是买的人多了以后 交通道路就会变得堵塞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今天各国堵车的交通难题 在世界各国提倡环保后 拥有汽车王国之称的德国 也有很多汽车王国 也做出了改变 德国目前正在计划修建 属于自行车的高速公路 若是建成以后 这个自行车高速公路 就会纳入交通系统的一部分 从这里可以看出 德国对环保有多么的重视 高速公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关于自行车的高速公路概念 想来大家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先看看德国人的思路 这条自行车高速公路的建造 有大部分是修建在 卢尔工业区废弃的铁路上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重新征底 开辟路线的麻烦 而且也能够尽可能地避开普通的道路 为了方便人们 这条路连通了杜伊斯堡 波红哈姆等十个城市 以及四所大学 沿线将覆盖120万人口 中国曾经也是一个 著名的自行车王国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购买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 自行车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低 如果中国的环境想要得到改善 那就必须要减少汽车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国家也会新建自行车高速公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